大悲咒应世的因缘 素能满足一切诸息求故 一切的希望 一切的欲求 都能够满足你 我们佛弟子 求那些善愿 应该要正求 持大悲咒就是正求 不要忘求贪求 若能精诚用心 深持栽戒 如果精诚 精就是专精 我专修此法 诚心诚意 没有杂念的叫精诚 深持栽戒 你常常吃素 或者是持八观栽戒 无论是六栽 或者十栽 常常持栽 为一切的众生 忏悔先业之罪 就是我们 为自他一切的友情 都忏悔以前 因为无名造作的恶业 也忏悔自己 无量节以来的种种恶业 多生累节的轮回 我们都结了很多的恶业 结了很多的恶缘 造了很多的恶业 深口意都有 经文讲 口中萨萨 送此陀罗尼生 生不抉择 口中萨萨 就是你一直念 整天这样一直念 四三门国 此生极正 就是如来亲口宣说 四三门 就是所谓的 生问四国 虚头环 斯陀汗 阿那汉 阿罗汉 这四国 阿罗汉就是四国圣人 诸佛亲口宣说 你如果把大悲咒持住 口中萨萨 送此陀罗尼 生生不绝 就常常念 专持此咒 四三门国 此生极正 你当生就能正果 大悲咒的 威神功德 不可思议 就是要知道 上班的时候 或人家不了解你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 人人人人 这样念 老板看到 同时看到 有的会毁谤 有的会批评 有的会讥笑你 让他造业也不好 那时候嘴巴不要动 念在心里可以 因为你专心做事 不要分心 骑车开车 不要分心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念一念 无所谓 对不对 安全就好了 在这个容许的范围 把大悲咒持住 你到哪里都吉祥 闹鬼的事 奇奇怪怪的事 魔障都远离你